清炖羊肉 清炖羊肉 湯头看似清淡 但喝起来甘醇无比 芳香满事 四季皆宜 桂枝 桂皮 三奈 穿穹 熟地会让汤色变黑 本食谱不虚放 把所有香料放进小沙布袋里面 绑好备用 三奈药性温良 入脾胃 开育结 是舒缓现代人紧张生活的良品 白萝卜一斤 切成大块 在食谱中 姜才是主要去膳的材料 一般来说 一斤羊肉 对二两姜 刚刚好 比起其他肉类 羊肉的油脂相对较少 对身体更为健康 并选用去骨的羊肉块 带皮与否 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这次比较特别 羊肉除了需要穿水外 在烹调前需要用水冲洗 及瓢水 瓢去羊肉的血水 在一个小时中更换三到四次清水 让汤色更为清澈 水两公升 加入香料包 烧开 之后再放入羊肉 白萝卜 搭配萝卜炖煮 能平衡羊肉的燥热 使汤头更为清甜 四季皆宜 盖上锅盖 同时炖煮六十分钟 在起锅前 加入老姜丝和大蒜末 再次烧开 口味清爽 但芳香干纯的 清炖羊肉就完成了 以一茶匙的盐调味即可食用 清炖羊肉 可做一般汤饮食用 也可以作为清炖羊肉卤的汤头 配各式肉丸子及高丽菜 就是最典型的台湾美味 清炖的手法以外 当然也可以做成药上红烧羊肉炉 两者可按季节及气候来做烹调时的喜好调整 配方不用记 给中药店看下方资讯就可以了